1975年4月16日 在台北的蒋介石出殡现场 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 这哭声如此凄厉 让人闻之落泪 悲从中来 而如此大哭者 正是与蒋介石相伴了近半个世纪的宋美玲 宋美玲出身大家闺秀 气度优雅 喜怒不形于色 平时她总挂着一种招牌式的微笑 很少哭泣 更没有放声大哭过 今日虽然是蒋介石的葬礼 她发出这样的哭声 也着实有些失态 那么 她的如此表现 到底是和蒋介石抗力情深 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下面让我们来揭秘 蒋介石祖籍凤化西口 由于幼年丧父 兄长无良 导致童年过得十分悲苦 但是 她的初恋却很早 在其13岁时 便恋上了表妹毛阿春 但由于对方家长贤疲爱父 这桩姻缘最终未能修成正果 之后 蒋介石娶了一位名叫毛福梅的乡绅之女为妻 并且在1910年有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 婚后的蒋介石其实并不幸福 毛福梅虽然持家有道 但是却不是有思想的新女性 而且长相一般不为蒋介石所喜 同时 蒋介石由于贪玩得罪的岳父 导致翁绪关系十分紧张 于是 在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归来 加入革命军队之后 便很少回家了 1923年 蒋介石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位气质高贵 风姿绰约的女性 顿时敬为天人 发誓必须要和此女子结婚 这个女儿便是宋美玲 宋美玲是革命豪商宋家树的小女儿 12、3岁就已经留学美国 她的思想和行为举止已经全部西化 对于西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更何况 宋美玲的家族财雄是大 一旦能把她弄到手 蒋介石的军费和日后政府的财政 都不会有任何忧虑 于是 蒋介石对宋美玲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一开始 宋家根本瞧不上蒋介石 认为她没有前途 此时 只有宋美玲的大姐宋矮玲 看出蒋介石非比寻常 在她的极力撮合下 蒋介石抛弃了毛福梅 正式与宋美玲结婚 二人的婚礼 场面十分盛大 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婚礼 但是 也就是这场婚礼 让两人第一次有了些许的分歧 宋氏家族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必然要按照西方的传统 在教堂举行婚礼 而蒋介石的家人比较传统 希望能有一场中式的婚礼 在双方互不退让的情况下 蒋介石决定 在结婚当天举办两场婚礼 上午在教堂举行西式婚礼 下午在高级饭店举行中式婚礼 最终将问题圆满解决 接下来 在饮食上 两人又发生了分歧 宋美龄此时已经全盘西化 觉得吃西餐才高雅 但蒋介石则更喜欢吃中餐 这种习惯根深蒂固 无法调和 最终如何解决呢 不解决 两人最后决定 干脆分开吃 互不干涉和强制 还有 就是称呼问题 已经完全西化的宋美龄 非常崇尚罗曼蒂克的感情 他称蒋介石为搭领 也希望对方这么称呼他 蒋介石一开始难以启齿 他的凤化西口口音 实在有些发不出这个音来 最后 虽然经过不断的学习 他也开始经常用这个称呼 但是说起来十分别扭 可以说 两个人在生活的这些细节中 冲突非常大 这种冲突 如果患在别人身上 足以摧毁这段婚姻 但是 蒋介石和宋美龄 却能将这段感情 持续将近半个世纪 需要承认的是 两个人肯定是有感情的 甚至蒋介石还对宋美龄有所依赖 有一次 宋美龄去巴西治病 蒋介石忧心忡忡 茶饭不思 终日祈祷妻子能早日痊愈 可以尽快回国团聚 但是后来 宋美龄在巴西没有治好 又转去美国求医 长时间不见夫人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老眼纷飞 天各一方 不能聚首 为叹 解放战争时期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前往上海帆府 号称大老虎 他雷厉风行 很快就抓住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平 以及孔祥西的儿子孔令侃 孔令侃是宋美龄的外甥 于是这位第一夫人 一个电话就将正在开作战会议的蒋介石叫去了上海 让其下令释放孔令侃 最终 蒋介石乖乖地执行了夫人的命令 由是得了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评语 1948年 宋美龄第二次访美 饱受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白眼 她没有要来援助 便在美国长时间逗留 准备寻找机会再次活动 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深陷失败的泥潭 但仍然思念夫人 隔不久就发电报催她回国 宋美龄对于蒋介石的感情表现 并不像对方那样肉麻露骨 但是 如果没有她的支持 蒋介石也绝不会有日后的成就 除了宋家树这位革命商人老岳父之外 蒋介石的连金孔祥熙 小舅子宋子文 都是手中多金 手眼通天的人 他们的财力 是蒋介石的最大后盾 四大家族 蒋 宋 孔就占了三家 实力可见一半 除了财力和政治上的支持外 宋美龄还多次救蒋介石于水火 1936年底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扣留了蒋介石 此时国民党政权内部 希望借东北军或共产党之首 除掉蒋介石的人不少 有些人甚至刻意拱火以达到目的 此时 正是宋美龄 凭借家族的影响力和张学良的私人关系 极力斡旋 最终为保住蒋介石性命和地位 压上了极具重量的一枚砝码 此外 在1943年 宋美龄访美 用优雅的气质和极具感染力的英文演讲 征服了包括总统罗斯福在内的一众美国高官 最终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要来了大量的美国援助 同时 宋美龄还在美国广交朋友给蒋介石铺好了人脉 在之后的几年中 美国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之外 还有大量的军事顾问来到了中国 这些 虽然对中国来讲不都是好事 但从中却可以看出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绝对支持 败退台湾之后 蒋介石夫妇没了那么多政治上的纷纷扰扰 反而变得像民间的老百姓一样 开始了一段真正相濡以沫的生活 蒋介石的生活非常有规律 每天早起散步之后 在七点准时吃早餐 他自己会吃些青州小菜和鸡蛋 而宋美龄则是吃西式的牛奶面包 但不管吃什么 二人都坐在一张桌子上 彼此陪伴 宋美龄爱好国画 是张大千先生的门徒 写字 作画 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而当妻子挥毫泼墨的时候 蒋介石总会安静地在一旁观看 绝不出言打扰 除了一些特殊的日子之外 两人几乎天天如此 正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 这时的他们 对于彼此的依赖更加强烈了 很显然 在这段感情中 蒋介石看起来是付出更多的那个人 这确实有两人政治婚姻中 他处于弱势一方的原因 但是感情因素也不应忽视 通常这样的感情中 女人虽然看起来高高在上 但是却在内心中有一种隐性的依赖感 一旦男人无法继续给予他关怀了 那种失落的感觉 会让他们瞬间破防 这也应该就是 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后 突然失态大哭的原因之一 除了感情生活之外 蒋介石和宋美龄 还有一层政治伙伴的关系存在 蒋介石在娶宋美龄之前 在国民党内 还未完全确定自己的地位 而在二人结婚之后 凭借宋家 孔家的支持 蒋介石迅速站稳了脚跟 甚至成就了屡次下野 但却屡次崛起的政治神话 这些历史大事的背后 宋美龄的功劳不能忽略 而相应的 蒋介石对宋家 甚至是孔家 也是投桃暴力 权力提拔 孔祥熙从一届商人 一跃成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 宋子文 则是当过国家银行行长 掌管税务和对外贸易 将孔 宋三家联手 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民国时期多次的避制改革 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 都跟三家关系密切 对比三家的攻守同盟 陈利夫 陈果夫兄弟的陈氏家族 不但在规模上无法相比 而且早早就走向了没落 所谓的四大家族 最终发达到底的 只有蒋 孔 宋三家 蒋介石和宋美龄一样 从骨子里都希望中国统一 但同时 他们又都对自己的失败耿耿于怀 始终认为 统治中国的正统性在自己一方 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 曾多次致信宋美龄 希望其能够为祖国的统一做些事情 宋美龄也答应 但是始终强调己方的正统性 这就有些偏执了 甚至因为政见不合 他和自己的姐姐宋庆龄断了来往 甚至连姐姐去世都没有任何的表示 虽然这对中华民族是一种伤害 但也能从中看出 蒋介石夫妇在政治上 确实站在一起 不过 二人在台湾之时 也存在一些分歧 这主要是通过蒋经国 宋美龄的母子之争体现出来的 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关系 却并不融洽 以私人角度来说 蒋经国的父母离婚 和宋美龄脱不了干系 以政治来说 宋美龄性格强势 而蒋经国则更加柔和 天生水火不容 但是 蒋介石对他们二人的安排 却十分耐人寻味 宋美龄多年为国民政府奔波 但是始终只是第一夫人 在政府内既没有官职 也没有实权 虽然它能影响 很大一部分国民党的高官 但是却没有实际的控制力 而蒋经国 则是蒋介石重点培养的接班人 掌握着大量的权力部门 从中可以看出 蒋介石似乎对儿子更加支持 蒋介石晚年 曾经在阳明山遭遇了一次并不严重的车祸 但是因为机缘巧合 他的躯干部位遭到了严重的伤害 从此便深陷病痛之中 他曾经多次出现心脏骤停的现象 但是每次都能被抢救回来 只不过 给他使用的特效药 时效渐渐变得越来越短 1975年4月5日 蒋介石再次出现心脏骤停的现象 医生马上实施抢救 却发现他的身体已经没有了反应 医生联系了美国的专家 但是最终仍然无力回天 在这一天的夜里 曾经执掌中国十几年 争议颇多的一代枭雄蒋介石 终于在台北市林冠底病逝 享年87岁 消息传来 台湾当局立刻宣布 要为蒋介石举办隆重的葬礼 并且从4月6日起 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国丧 国丧期间 所有公职人员一律要穿着素服 佩戴黑纱 在4月16日蒋介石一龄前 整个台湾岛不许进行任何的娱乐活动 包括宴会 庆典和婚假 甚至连电视画面 都要改为黑白色 失去老伴的宋美龄 在此期间一直是一副沉稳的表情 她在别人的安排下 参加了丧葬的所有事宜 也以优雅有理的形象 主持了蒋介石的丧礼 从她的脸上 人们看不到任何悲伤的表情 甚至有人一度怀疑 他们夫妻的感情早就出了问题 1975年4月16日 是蒋介石出病开关的日子 典礼上 宋美龄原本也是一副冷峻严肃的样子 但是在她最后看向丈夫的怡荣时 却突然毫无预兆地崩溃大哭 其哭声十分凄理悲伤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但是也对这一哭有猜测 宋美龄到底是因为失去老伴而哭 还是因为从此要面对蒋经国的打压而哭呢 以鼻者所见 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虽然两人的婚姻 有政治联姻之嫌 但是若无真的感情 恐怕也无法走过那么长久的岁月 但是同时 失去了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支柱 也确实让执着于权力的宋美龄难以忍受 有的时候 政治人物的生活就是这么复杂 不过 让宋美龄没有想到的是 在蒋介石去世后 蒋经国虽然将她排挤到了海外 却并未毁掉她的名声 1988年 蒋经国去世 宋美龄本欲回台湾崇尚政坛 却遭遇了其他人的恶意排挤 甚至是抹黑 甚至连生病看医生都成了罪过 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宋美龄身败名裂 不得不重新回去了美国 从这方面看 宋美龄当初的这一哭 似乎也是自己悲剧的一个预兆